感谢老板会让,这个是海马碗是吧,这应该明代什么时候,明代非马碗,非马碗,明中期,中老期对,海罗文就是标本价是吧,白期的玩意儿呢,这个就,这个也不错,明代的都是,早期明早,明早,就有一个祸口,不过不影响, 整体的这个效果,像谢谢您帮我包一下吧,来朋友们,这回咱们就到家了,来欣赏一下这两个盘子,这一只呢,其实是犀牛望运,有这个成语,但是古人呢,却不知道这个犀牛长什么样,所以都爱化成麒麟, 像这种呢,其实就照着麒麟的样子,你看尾巴,来进行这种绘画,粗大明,粗大明,这都是非常写意的,这么着,然后这是这个月亮,犀牛望运,大开门的一个明代的小牌, 就是这儿,就是这儿有一点老刻,但是没关系啊,摆着也非常的漂亮,然后这只为什么收啊,之前大伟收了一只,你别看这两半了, 这是正经的,国家博物馆同款的海马碗,大开门明代的,当时几百块钱啊,非常便宜,因为全品的要好几千,甚至更高,所以就把它拿下了, 两件明代的器物非常难得,我们也知道收藏市场上呢,这个明代的器物一直在飙升价格啊,中间一个海螺纹,非常的开门, 这就是今天大伟在这个房交会啊,收的这两件器物跟大家分享,行,感谢关注大伟,咱们以词汇有天长地久,欢迎大家关注, 点赞,转发评论,下个视频见,拜拜